2024东南亚最新恐怖片苏乳干诅咒 它血腥惊悚又邪性生猛 同时还完美融合了最具本土特色的民俗献祭通灵诅咒等恐怖因素 可以说是我近期看过的唯一一部还不错的印尼恐怖片 而且这次的恶灵也是本片的最大看点 它不再像撒旦的奴隶和恶魔的勤俭中那样大黑眼睛撩牙嘴 而是变成从头光到脚的魔性人妖 给观众展现出一种直击灵魂的逆天恐怖 友情提示本片已开启友好打马模式 胆小又好奇者请放心观看 下面解说正式开始 破旧的茅草屋前 男人正在不情愿地疯狂自残 可能是不太解气 他又忍痛拔出匕首给肩膀插了一刀 而这一切都是他身后的邪碎在操控 男人知道自己命不久已痛哭流涕 可恶灵根本不吃这一套 直接就控制着他完成了自焚 随着男人的戏份杀青 这个早年丧母的单亲女孩也变成了孤独女童 原来他们家遭遇了恶毒诅咒 而女孩之所以能幸免于难 是因为他天生通灵体制 父亲担心他沾染污秽 便给他求得了一枚护身符保驾护航 一转眼女孩已长大成人 今天是他开启大学新生活的第一天 他满怀期待地冲进宿舍大门 却不知这一刻将彻底改变某些人的命运 小胖刚进门就被两张寻人启事深深吸引 一位女孩戴着的项链正是他的同款 虽然两人很是有缘 但小胖却感觉晦气至极 再加上保洁阿姨的怪异眼神 难免让人有些不太舒服 于是小胖就打算钻进寝室休息片刻 没想到刚打开门就被两个学姐节足先蹬 原来这里曾是失踪女之前住过的房间 他们来此主要是想寻找女孩失踪的线索 由于一无所获 两人便匆匆离开了这里 可小胖却从桌上看到了一张合影照 上面除了刚才的两学姐和失踪女外 还有两个男生 而他就是那个失踪男 至于另一个男生 咱们一会再说 通过这张照片可以看出五人肯定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可照片背面却写满了失踪女对其他四人的厌恶 说明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就在小胖细细端向这五人时 房间内却无风自己将照片吹落在地 小胖赶紧弯腰去剪 结果却看到了一个恐怖鬼脸 对此小胖一脸猛逼 自己出来乍到怎会招惹如此脏东西 于是他第一时间就找到先前的两位学姐打听 这个白白静静温文尔雅的女孩名叫小白 这个黑不溜秋一脸凶向的女孩名叫小黑 从两人口中小胖得知失踪女是学校的校花小美 自从被他父亲接走后就一直下落不明 而那个失踪男孩其实是小白的男友小坏 在校花小美失踪后不久 小白就发现了男友小坏的自杀遗书 令人费解的是此事已过半年 可两人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时小黑的男友小渣也过来和小胖打招呼 至此照片上的五人也全都介绍完毕 结果当晚小黑就在宿舍里看到了 自己割喉自杀的恐怖画面 而另一边的小白也是不得安宁 他突然听到录音机里传来恐怖魔音 就在他纳闷时身后的房门又自行打开 小白好奇地出来查看 不料一个黑影却从窗外一闪而过 下一秒大门就哐当一声猛地关闭 还好这次关得并不紧 三两下就被他轻松化解 深更半夜发生这种邪门之事 小白显然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窗外又传来莫名响动 他壮着胆子小心打开窗帘 没想到却被戳瞎双眼的自己 吓得失去了行动能力 看来这俩学姐肯定是干过什么缺德事 不然也不会亲眼看到自己的死相 此时有着通明体质的小胖正打算倒头大睡 结果刚躺下就穿梭到了一个陌生空间 在这里他看到了失踪男小坏 他刚刚被迫完成一份自杀遗书 下一秒小坏就在邪恶力量的操控下将木产戳进了耳朵 与此同时小胖也看到了恶灵的真身 而他就是当初虐杀自己父亲的恶灵 显然恶灵并不想放过小坏 他将小坏逼到院子里的枯井边再次蛊惑 很快男孩就顺从旨意跳进了深坑 小胖见状也大叫着清醒了过来 同时他的双手也沾满了新鲜血字 小胖顾不上多想立马找到那口枯井 果真在井底发现了变成腐肉的小坏尸体 黑白双煞听说此事后 便向小胖打问关于找到小坏尸体的经过 小胖直言是受梦境召唤 小黑觉得小胖拥有通灵之躯 于是便委托他帮忙寻找笑话小美的尸体 在男友小渣的带领下 四人很快就来到了小美家 这里显然已荒废很久 小胖好奇地向里面看去 结果小美的鬼脸却乍现眼前 小白赶紧解下丝巾帮忙包扎 这时小黑也找到了入户门 然而四人刚进入不久 小胖就好像鬼附身一样搭了下了脑袋 他神情恍惚地来到一间卧室 床下摆放着一个神秘阵法 小胖立马变身信徒跪地膜拜 随着屡屡黑烟的腾空而起 一本黑魔法古书也出现在法阵中央 小胖拿起古书不停念诵 还好小黑及时赶来他才恢复神智 看着地上的法阵四人一脸猛逼 因为他就是传说中最恶毒的苏鲁干诅咒 据说只要有人愿意献祭 恶灵就会帮献祭者报复所有仇人 而这就是小美报复照片上四位好友的方法 法阵中标记着小白小黑小扎小坏四人的名字 想到已经遇害的小坏 三人开始狗咬狗相互埋怨 对此小胖很是不解 自己本就不认识他们 为何会卷入到他们的混战中呢 为了弄清背后的原因 同时也为了早点找到小美结束诅咒 四人决定以血为剑完成剩下的仪式 小胖将玻璃碎片放到每个人的手心 随着四人双手紧握 鲜血也顺着指尖流了下来 三人跟着小胖默念咒语 很快古老的恶灵就现出了真身 原来这一切都是恶魔的阴谋 就是利用小美的魂魄引诱他们到此来惩罚他们 因为眼前的四人和死去的小坏 均为五个罪人的子女 那么小美的尸体到底去了哪里呢 四人根本无心顾忌只想尽快破解诅咒 但是现在他们也无从下手 只得返回寝室明日再说 可小黑却临时改变主意想要回家一趟 因为他要在被咒死前拉一个垫背的 那就是经常虐待他的禽兽继父 另一边小渣将两人送到寝室已是傍晚时分 小胖和小白刚下车 小渣就被恶魔死死勒住了脖子 还好小胖及时发现异常他才躲过一劫 晚上小胖洗漱时再次通灵到了恶魔杀人的场景 而此人正是小黑的继父 看来又有人在利用古书召唤恶魔杀人 清醒后的小胖立马找到保管此书的小黑 果真在他房间里看到了相同的法阵 为了不让更多人被咒死 小胖决定拿回魔法书 可小白却抱在怀里不愿放手 因为他深知闺蜜的悲惨遭遇 出于同情 小白怒斥继父死有余辜 小胖听后劝小黑适可而止 可此时的他根本管不了那么多 仅用一双大眼珠子就把小胖逼回了房间 然而他刚躺下 一个长发阿飘就从身后冒了出来 由于昨晚一世小胖遭到了黑白双煞的孤立 还好学长大眼哥主动过来搭讪 还说小美的失踪就是被那帮人所赐 当时小渣把小美的私密照发给好 只有小坏显摆自己的男人魅力 而小坏为了看笑话 竟然将其转发到了朋友圈 导致小美的笑话人设彻底坍塌 黑白双煞不想被牵连就和他划清了界限 从那之后小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说完大眼哥就拿出一打照片给小胖看 没想到竟在自己身后看到了小美的身影 同时在小美失踪前 大眼哥还在小美身后拍到了恶魔的影子 原来小美早已被恶魔选好 想到昨晚求助的阿飘 小胖认为小美很可能并没有死 而是被禁锢了身体 只有灵魂还在四处游荡 与此同时小黑这边好似有什么东西卡在了喉咙 没想到竟扣出一块玻璃碎片 他以为这是小胖在背后捣鬼 就直冲小胖房间收集毛发 小白知道他要做法除掉小胖极力阻止 可小黑早已迷失心智 直接就把小白反锁在了外面 他则来到法阵中开始施法念证 诡异的是恶魔并没有出现 而是附在了他的身上 此时的小黑彻底黑化 打开门后对着小白就是一顿乱蒿 他将绣发放进口鼻疯狂吸食 小白察觉不妙急忙向着外面跑去 没想到那个恶魔却在此时现身 另一边小胖也通明到了骇人真相 原来当年五个老头曾组团蹂躏过一个花季少女 而花季少女为了报复这五个禽兽 便将他们的名字写在了补书里 并以自己为祭品献祭给恶魔 诅咒五个老头的家人及后代 而小胖小黑小白小扎五人均为五个老头的后代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被恶魔禁锢的小美肉身 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诅咒 于是两人再次来到了小美家的房子 另一边的小黑仍在法阵前打负 虽然小白已经被骤成了双目失明 但小胖却仍旧安然无恙 即使恶魔来到身边行凶也无法伤他分毫 无奈之下恶魔只得改变策略 用玻璃碎片搞偷袭 结果却被眼疾手快的大眼哥救下 恶魔感知小胖安然无恙 又继续控制小黑用小美的护身符做法 很快另一边的小胖就看到了小美的昏破 在对方的指引下小胖来到了一间卧室 发现小美正在按照古书召唤恶魔 父亲看到后一把将其拖走 可小美早已被恶魔附体 为了不让他越陷越深 父亲将小美锁了起来 没想到下一位 这时小胖也回到现实世界 而老头的尸体就倒挂在天花板上 可被恶灵附身的小美还没有完全死去 小胖看到小美被绑在原地 就想上前解开铁链 这时着魔的小黑却挟持着大眼哥赶了过来 小胖本想说服他放下屠刀 结果却加速了大眼哥的灭亡 随后恶魔又让他重新恢复意识 控制着他完成了自我了断 小胖看着眼前的一切崩溃至极 可这时恶魔却又回到了小美身上 他靠着强大魔力挣脱链链 小胖则悄悄捡起地上的匕首 趁对方大发雷霆之势刺了过去 就这样小美的灵魂也终于得以安息 虽然苏鲁干诅咒已经彻底解除 但亲手抠下双眼的小白 还是被送进精神病院 而小渣也因传播步伐照片被警方逮捕 活活撞死在了监狱之中 唯独小胖一人安全活了下来 但他也不敢再留在这里 把魔法古术扔进壁炉烧毁 便连夜坐车离开了这里 本以为这样就能逃过一劫 可那本书却不知何时又回到了自己身边 简单梳理一下剧情 花季少女因受辱召唤恶魔诅咒 五个老头的家人和后代 所以小胖的父亲才会死于非命 而恶魔为了将五个老头的后代一网打尽 又悄悄盯上了准备报复好友的小美 在恶魔的蛊惑下小美也启动了诅咒大法 而这正好中了恶魔的圈套 就是以小美的魂魄为媒介 引诱拥有通灵能力的小胖等人到此 四人为了了解背后真相 再次以血献祭召唤恶魔 没想到却被恶魔抓住小尾巴 加速了他们的死亡 而小黑为了报复继父再次启动了仪式 致使负在小美身上的恶魔又转移到小黑身上 正因为这点 小美的魂魄才能四处游荡寻求小胖的帮助 虽然小胖最后破解了诅咒 但还是没能完全阻止悲剧的发生 其他人全都因为上一代的诅咒 和自身的罪行而遭到惩罚 只有善良的大眼哥却成了唯一炮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